如果各位媒體朋友各位警察先生你們有下一代的話 大概都不難發現最近我們的小孩在學校 不是檢查視力就是檢查牙齒 而且如果視力不良還會硬性要求你一定要去看眼科 所以接下來第一幕我們會先演出 我們的學童到底在學校碰到視力不良的時候 被哪幾股力量在拉扯 重視視力預防保健應該都做戶外活動 趕快去看醫生就業率打90% 趕快趕快來我這邊做檢查 趕快趕快來 媽媽我們到底應該聽誰的 當然是聽我的 聽我的 趕快來聽我的 孩子的健康視力保健不應該進醫院 這對母女我可奈何的在健康醫療化的強勢壓力之下進了醫院 媽媽我想去溜滑梯耶 看完醫生我們就去溜滑梯 媽媽忙死了 這麼視力0.8看什麼醫生 不看就要派你被學校罵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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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醫生 喔學校給的單子吧齁 視力0.8是不是 對對對 好好來我檢查我檢查齁 好來 這個好了 這個給你 這個給你 就這樣 對對對 就這樣 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了 媽媽這是什麼 散同氣 天啊 也到18歲 一定要這樣嗎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18歲 其實有比散同氣更好的選擇 正確的心意保健 應該讓我們的孩子 眼睛多休息 多到戶外活動 走 我們一起到戶外運動去 走 這對母女 在學校護理人員的建議下 很幸運的 沒有選擇往醫療化的方向走 但是 請看看在臨床 我們碰到更多的實力 是這樣的 這是一間健康百貨 喔不 對不起 健康醫院的急診室 我頭好痛喔 為什麼等一張床 要等那麼久 我要投訴 我肚子好痛 拉肚子好幾天 來趕快來掛急診 怎麼等那麼多天 都沒有病床 只有一張床 急診室有這麼多的病人 我應該要給誰呢 自費有錢賺 健保不夠看 那我應該把床給誰呢 自費 自費就是要錢嘛 要錢我有的事 給我給我給我 我們趕快去辦住院手續 來 那那那那那我呢 我我我 嘿怎麼了 護士小姐 我 拉肚子好幾天了 我趕快要去做檢查 我一定要住院啦 喔好 我們等有床的時候 就會馬上讓你上去 你再忍耐一下 一下就好 對對對 來我先去忙了 一下 一天兩天三天 喔 嘿 護士小姐 我已經等了三天了 都一直沒有病床嗎 你們有看到我們急診室上面的走廊全部排了滿滿的後床嗎 大家都跟你一樣在等啊 比較嚴重耶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現在很不舒服 嘿 你再忍耐一下 如果我們上面有床的話 就一定會讓你馬上上去 喔謝謝謝謝 趕快拜託拜託 醫院為了賺錢 大胎自費的病床 壓縮到我們一般民眾的健保床 難道我們一般人要一張病床有這麼的困難嗎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護理 這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健康 我們這也受不了了 嘿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吧 奪回健康權 前進立法院 奪回健康權 奪回健康權 前進立法院 來